这里在维基百科里面有一个乘法的范例 我们稍微看一下你就可以回想起 怎么样用加法和移位比较快的做到乘法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23958233乘以5830 那它怎么做呢 23958233乘以5830 那第一个就是0乘以这些嘛 那当然就是0照抄 然后呢 接下来3乘以这些 然后呢就变成这个 照抄的时候 不是直接抄在这个0的下面 是抄完之后要往左移位 同样的8乘完之后 一样照抄 但是还是得往左移位 这边呢5乘完一样照抄 但是得往左移位 最后把这些通通都加起来 你要加几次 看你这个有几位 你就会加几次 对不对 那这样的做法 那这样的做法如果你今天是做32位元的二进位 惩罚 那你最多只要做32次加法 就可以做完了 不像如果你今天是做 做像这一个 这一个如果你是直接用很笨的加法 来做惩罚 那你就会连续把25958233 连续加5830次 那你还是会得到这个惩罚 但是你可能会等那个电脑等到抓狂 然后天长地久都出不来 如果这个5830不只是5830 它的数字更大 大到4G左右 不要4G啦 2G左右 你就电脑会产生当机的情况 对不对 即使是一个单纯的惩罚 你都可能会当机 所以参考一下这个 但是这个告诉你的是10进位 10进位的不适合电脑算 相对复杂了 所以我们当然不是会用10进位的 我们会用2进位的想法 2进位的想法怎么想呢 像这个 这边有一个11乘以3 会变成33 那怎么乘呢 你可以看到 11 你先把它划成二进位 是1011 然后呢 它要乘以3 所以我看一下 它现在是在乘以这个3 101是3吧 OK 11乘以101 然后结果它怎么做呢 你看 先把这个1 我看一下 它的做法 这反而让我看不懂 它是把这个1跟它乘吗 好像也不是 它这个的结果是怎么乘 有人看出来 它这种写法是谁乘谁啊 真的不是很了 它的写法 我自己写一遍好了 好不好 这样子 11乘以 11乘以3 我们把它自己用2进位的想法写 我看后面还没有 哇 哇 这么复杂 好 自己来一遍 好 11乘以3 我怎么乘呢 我用 nopay++来乘一遍 好 好 那 那 简式 会有点小 能不能大一点 好啦 没关系啦 各位看得到 就看 11 1 好 乘以3 OK 那我怎么做呢 我们最后呢 要得到什么结果 好 那这个如果你用10进位的惩罚 不会太难 但是我觉得这样写 乘以3 11好 因为这样至少有两位 好 那你就会看到 11造钞 对不对 这是1乘以11 接下来呢 3乘以11 就是33造钞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给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呢 就会变成 341 好 这是 11乘以31 好 那 31 31 31 好像不是 很好用 11乘以 几 好 10 18 好 好 我11乘以18 那这边呢 81的 这边 81就 88 11 然后呢 11 好 那这个结果就是 198 好 那我们如果想用二进位来模拟这件事情 不是模拟 就是二进位来做这个惩罚 那我就先把11变成二进位 对不对 11是8加3 对不对 8加2加1 好 8加2加1 所以最后一个是1 在前面一个是1 这来是0 这来是1 对不对 所以11是1101 好 现在呢 我要让它乘以多少 18 18是多少 16 16 16 再往这边 16 然后呢 再加2 2 这个2 这个 16加2 就是18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做它的惩罚 要怎么做 我这样子做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欸 会不会太小字啊 OK 因为我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放大字体 好 OK 那这时候我就两个相乘 当然你可以用上面乘下面 或下面乘上面 看你觉得哪一个方便 那我现在呢 我觉得方便 我就因为上面比较短 所以我用下面乘上面 好 OK 所以 第一个1 第一个1 乘下来 那就照抄一次 对不对 就 100 10 照抄一次 那第二个还是1 乘下来 所以呢 一样再照抄一次 只不过要移位 好 第三个呢 是0 所以呢 我们就填0 对 第四个呢 我们 还是1 第四个这个还是1 所以我们又照抄一次 100 10 全部加起来 就是乘法 所以呢 这样的结果 好 我们看到 这样的结果呢 就全部加起来 你会不会加呢 这边0 对不对 0 然后呢 这边呢 1 这边呢 1 1 好 然后呢 再来 0 再来 看一下 这边0 这边 1加1 变2了 2加进位了 因为是2进位 所以这边呢 就变0 然后进1 进1的时候 这边又有个 1 对 所以再写0 再进1 再进1 这边写个1 好 最后这个1呢 直接移下来 OK 这样我们做完了 二进位的乘法 确定一下 这是不是198 变算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用十进位的写法 写成 成完之后是198 那这二进位成完会是198 应该要是 对不对 那这是多少 来看一下 这先 先 1 这个2的0次方 就是1 2 4 8 然后呢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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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写才对得起 16 我在这边 算了 这样子写好了 16 好 这不然 不然我没办法对齐 然后呢 这边 32 对不对 32 这边 64 这边 128 等一下 这么快就128 我没对齐 这边才是128 这样吧 OK 好 所以对了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最后的结果 这个二进位代表的是多少 128 加上 加上 这边64 也是1 64 再加上多少 这边4 是1 所以是4 再加上2 这是198吗 128 加64 就是192 对 192 再加上6 198 没错 所以是不是 你用二进位的算法 跟用十进位的算法 算出来是一样 但是虽然你看起来好像二进位比较长 可是对电脑来讲 二进位其实反而比较容易 对吧 所以你要去写 十一元怎么样用 用 加法和移位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样一个一个扯 扯完之后呢 跟 下一个 跟这一个 做加 加完之后呢 再移位 然后 加完之后 再跟那个扯完的移位的结果 再加 就这样子一直做完 那 各位应该从 这边开始做 还是应该从 这边开始做呢 可是你从最小位开始做 还是从最大位开始做 如果是我写 我会从最大位开始做 因为最大位 每次做完 然后就移位 然后 再加 然后每次做完 就移位再加 我认为 从最大位开始做 会比较容易 当然你也可以从最小位开始做 两个 没有 程式没有说 一定要怎么写 才会好 但是你可能 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可能複雜度 会提高 所以你要思考一下 我到底该从最大位开始做 还是最小位开始做 想一想 那我目前想的是 我认为从大位开始做 可能会比较容易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的 呈法的原理 那请各位稍微 想一下 设计硬体 设计硬体 以电脑而言 关键的 不外乎就是加减乘除 那剩下的 就是指令 有了加减乘除 加上指令 再加上暂存器 就是CPU OK 好 那所以各位 请试试看 去稍微想一想 那 把刚刚的程式执行完 然后 想一想 我们 我们等一下 还是要继续 继续讲 有关于硬体的乘法 的部分 刚刚现在出给各位的是 软体的乘法